奇猛了 一睁眼 古偶剧文艺复兴了 仿佛像一线是中午一浪高谷一浪的男色消费浪潮一般 四男真一女的修罗厂 他又杀回来了 长相思更不要钱似的 一下批翻了四个男主 有些年没经历这个待遇 我还正有点招架不住 说句实话 周末这两天 我都没空去刷体育生变装挑战 一心追耕 欣赏长相思 男团研制 证据出山的张万毅 饰演的苍玄 贵为王储 看谁都带着三分两步 七分怀疑 独自开辟了全眸脸的赛道 谭间刺眼的九头蛇腰向柳 白色长发 星空眼眶 脆弱感和美貌都双双拉满 把万千少女迷的五迷塞到了男狐狸精 涂山井 剧中温柔如玉 着实嫁公子 过了十四季 还没露过面的赤水风龙 半夜者王红艺素人妻就凭美貌收获两百万点赞 救命 又是想混穿养子的一天呢 这两天 办公室的墨语话题就没离开过这几个名字 人人沉迷难思 无法自拔 沉浸是可CP战队 差点吵起来 看就看的 比玩灵爱模拟游戏都刺激 冷静下来只想说 你大爷 还是你大爷 古早套路就是带感啊 感情心越复杂 关注的代入感也越强 要不说长相思没播几集就渐天的上热搜呢 这部常驻热搜上的新剧长相思 故事设定在人神妖混绝的大荒 这里西岩 陈荣 号令三大王族分离 杨子山的小妖也是号令的王姬九妖 但这王姬的身份没单几年 她就被迫远离家乡 颠沛流离 机缘巧合下在清水镇 这个不归任何王族管辖的地方 落了脚 遇到了不是家人 胜死家人的老木 收留了麻子串子 开了个医馆名为回春堂 化名文小六 没事的时候就去镇子里的茶馆 听听书 磕磕瓜子 生活平淡却自在 但个人的愿望总抵不过 命运齿轮的转动 她注定在这儿 要与二十玩伴冲锋 遇上注定一生 纠葛的恋人 知己 想要期待的平淡安稳生活没了 但爱磕CP的大家又服了 长相思堪称CP粉五星级自主餐 主打一个多样化 青梅竹马 有 旧书文学 也有 不达不相识 照样有 果然什么都磕 这会让我营养均衡 但有人的地方就有竞争 CP圈也不例外 资深的科堂学家 早就透过现象看本质 我科的CP就要越甜越好 谈见次圣内向柳 人设是五粒之爆棚 杀人不眨眼的九头蛇妖 从不准许别人提起自己的真身 却屡屡放过小妖 让她成为特例 唯一的缺点是没钱 但人家有心啊 为给小妖赚点疗伤特效药 拖着重伤的身体去杀人 在背后默默打黑弓 换取龟虚水晶 就为小妖伤势早点好 老话说的好 没钱不是敷衍的借口 陪她看星星看月亮 童游海底浪漫的事 向柳一见也没少 另一头绿茶小狐狸夜时期 和小妖这对的甜度也快爆表 毕竟没人能拒绝一个恋爱恼人夫 她持家一把好手 眼里有活 自打见了她 居家小狐狸就跟家务机器人一样 承包了扫地 做饭 洗碗 所有杂货 万事以你为先 你只懂他不敢往西 小妖给的东西是毒药 也罩喝不物 小妖不喜欢的物件 一颗都不多留 连你在外面胡搞 都能默默忍受 难怪观众 要在四皮之间反复横跳 真是熟悉的配方 升级版的上头 只剩下 观众一开始就看好的苍玄 别人都冲出去一百米了 他还在原地找赛道 当初剧一开步 四皮粉早早入股 没想到一剧都没放完 说好永不分裂的俩人 就天歌一方了 这边苍玄哭哭寻找青梅猪马的小妖 上百年 好不容易找到了清水镇 见到记挂在心头几百年的人 认不出就算了 还把人当成敌方器座 时刻提防 太美的承诺 因为太年轻 曾经凤凰花树下 幻想的未来有多美好 若今 相逢对面不相识的现实 就多冰冷 修美二人离散后 小妖被九尾狐妖抓走 囚禁在笼子里折磨 为食毒药 散惊凌厉 从能以当时的同辈佼佼者 沦落成没有灵力的废人 她靠着朱妖花 改变了身形样貌 在清水镇讨生活 也是因此 寻找小妖的苍玄 始终没将记忆中的少女 和这个经常和自己杠上的 魂不灵小子对上 反而处处射方 动不动就大行伺候 用失躯 让小妖的手 被啃舌的骨肉分离 放置闻小溜逃跑 命人打断了她的腿 将她关进了龙骨玉 对着青梅手段 很拉到这种程度 被观众狂吵 忙 忙点好 也是她应得的 一般的国欧剧 女主虐心 男主虐身 乱到养子 全是打戏 大部分还是挨打 各类刑罚都受了个变 被囚未堵 便吃 吸血 被土生警方鸽子 独自一人挨揍 遭受心灵肉体的双重打击 三个人强的女主 过得比没人爱的女配还惨 多少人被虐到 在CP排行榜的反向排行榜 罚战枪狠狠投票 播了13集 还没认出来小药的苍轩 CT1.9年发展市场 领先第二名 近一年 凡上女主伤心过的角色 统统上榜 没出场的赤水风龙 也要占8.8个月 当然最不可思议的 应该是榜上 唯一的非人型生物 毛球 只不过是尽了自己的动物本能 吃了大家的哈吉米 肥肥 被偷到了第三名 合理怀疑 这么可爱的她 是被自家主人项刘给拖累了 这到现在 只能说小药能撑到现在 少不了回春堂家人们的支持 或者换句话说 互相依偎彼此陪伴 文小六说 我每日坐堂问诊 治病赚钱 看上去是我在照顾他们 是我给了他们一个家 但其实是他们在陪伴我 是他们给了我一个家 回春堂给了 怕痛怕孤独的小药一个家 老木是他如此 每日拿着扫帚 赶着他洗碗 看似鸡毛蒜皮的日常 却能给他一份家的温暖 而小药心细如发 看没下了面子的老木 茶饭不思 即便自己势单力薄 也未替老木出头 不惜开罪背景 深不可测的苍玄 麻子 串子 是小药如胸 万事为他 麻手是战 而他 受留了他们那一刻 就已把他们 当作再轻不过的亲人 为这二人招了婚事 筹备聘礼 临走也放心不下 总要嘱咐几句 麻子 你要常带春桃回家 跟老木 串子 田儿一起吃饭 你饭粮大 大家喜欢看你吃啥都香的样子 串子 会照顾老婆的男人 才是真男人 田儿要忙着 问诊 治病 你就多干点家务 做饭 洗碗 洗衣服的活 一件都不需少 昨晚加入这个小家庭的桑田儿 反而是最懂小药 也最早察觉他要离开的人 小药给了出身封城的桑田儿 第二种活法叫他辨识药材 行一座堂 桑田儿也在小药面前 感情犹疑 不敢迈步时 点醒了他 人心 一旦变得又冷又硬 可以隔绝痛苦 也会隔绝欢乐 不脱人生寄予的两个女子 短暂的交汇又分离 相处时间虽短 却总能从对方身上 看到人生行进的方向 细看长相思 你会发觉 剧中每个人物角色都充满生命力 不是生来就要为谁作配 赋予剧情而活 而是都拥有自己的人生 没有全天下都要为男女主的感情 让位剧情 无论是王孙贵族 还是底层小民 都是被命运洪流裹挟 奋力扑腾的普通人 没有绝对的坏人 也没有无脑的善良 不同的身份背景 决定了个人的选择 甚至注定了感情的结局 少了完美的人设 却多了点真实的人情味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